台南有民眾日前開車時 遭到英明沒有戴安全帽 又疑似闖紅燈的富人撞上 而富人闖了禍之後 竟然直接騎車逃逸 另外在高雄 有騎士邊騎車邊跟朋友聊天 結果一個不注意 撞上路旁的攤架 當場連人帶車摔倒在地 兩輛機車一左一右轉彎 就算同行夥伴按喇叭提醒 但依舊發生意外 這件騎士似乎忙著跟朋友聊天 一個不注意果然面貨 連人帶車衝動路邊攤架 騎士當場慘衰 事發在日前深夜10點多 高雄阿聯區明升路 當時正信男子跟朋友前往夜遊 疑似沒注意車前狀況 騎車不專心的結果 就是不慎撞上攤架 好的男子意識清楚沒答案 雙方事後何以達成和解 顧未向警方報案 而另外在台南 則傳出肇事逃逸車禍 開車執行 通過路口右側近出現一名富人 他騎車還似乎沒在看路 好燙啊 連閃都來不及閃 碰得一聲 違規機車直接撞上民眾車輛 事發在10號早上10點多 新化區明全街 當時這名富人 不僅沒帶安全帽騎車 還疑似一邊跟人聊天 而他當下爽紅燈 撞上民眾車輛後 似乎表示自己沒駕照 就瞬息離開 自然讓民眾氣炸 騎車一次不專心 釀貨後還肇事逃逸 現在警方全力偵辦 就要給被害車主一個交代 介紹報導 對 不容易 從 當時 武俊